畫展中有40多件的畫作 有印象畫法、寫實技法、當代藝術創作 及自然生態油畫及水彩畫等各式繪畫風格 而這些作品都是畫家林永祥及學生們的創作 透過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邀約 在玉館處的一樓展覽間聯合展出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利用我們現有的空間 特別邀請相當多有名的畫家來做他作品的一個展覽 在玉館處裡面包括通道或公共空間 都規劃了一些畫作的展示 對於展出的作品中 有很多都是呈現台灣的自然美景 讓觀賞者透過畫作就可以領悟到台灣之美 議員肖志全呼籲 有空的民眾可以到玉館處參觀 也期盼透過文化藝術的展出 豐富每個人的心靈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來呼籲我們鄉民 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一個中央單位 來提升整個地方的一個文化水準 希望鄉民們如果有空的話 包括有來到水裡的旅客 利用這個機會到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本部 他的展覽室展覽空間來欣賞我們美麗的畫作 來提升我們整個地方文化的水平 玉館處的這場展覽即日起開始 將展到12月31號為止 有興趣的民眾趕緊把握機會 走一趟玉館處 好好領略台灣的美麗風光 民藝新聞 洪信平 水裡採訪報導 民藝新聞 洪信平 水裡採訪報導 民藝新聞 洪信平 水裡採訪報導 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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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港